好第一项是这个 on push button 6 collect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第六个按钮的这个collect信号 我们点选中之后呢 点击OK 好我们再切换回到 这个想法时的图标 回到我们的工程器里面看看发生了什么 那么我们很明显的发现 这个工程器里面又多了一个文件 并且它不是我们自己创建的 是这个由Eric Fogg 自动为我们生成的 那么我们 看一下这个文件的名字 直接就是我们的工程名字 myspqtest.py 它与上一个 文件不同的是上一个文件是 UI文件 它有一个UI前缀 这个文件没有这个前缀 那么这个文件实际上就是包含了 我们对这个信号的处理 也就是说这个文件里面是包含曹函数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件 首先这个文件呢 从前面里面导入了几个 我们需要的这个包 qminwindow就是我们这个主窗体 然后pysignature就是这个 这个信号 信号相关的这个处理函数都在这个包里面 然后它从这个我们上一节课 自动生成的这个UI文件里面 导入了我们这个 主窗体的这个类 也就是我们回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的这个类 对就是我们这个主窗体的这个 UI mean window这个类 它从这个文件里面把这个类导入进去了 这个地方大家应该可以看得懂 这是python的这个基础知识 从一个用户编写或者是我们自定义的这个文件里面导入到这个 导入这个文件中的一个类或者某一个方法 就是这种方式 然后呢 这边它又自定义了一个类 这个类呢 它有两个负类 也就是说从两个负类继承 一个就是q mean window 就是pycute本身的这个 mean window这个类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导入了这个类 UI mean window 那么导入了 从这两个类继承了之后呢 这个类里面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每个类都会有这个出入化方法 在出入化里面呢 它首先这个调用了这个负类的这个出入化函数 就是q mean window 然后出入化了一下 然后呢 调用了这个setup的UI 那么这个setup的UI我们看一下 其实是UI mean window里面的这个方法 第一项就是define setup的UI 然后setup UI 函数执行之后呢 其实这个创体就是已经可以显示了 那么这边下一个就是我们这节课主要讲的内容 就是这个槽函数 它是自动生成的这个槽函数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程序 现在这个样子能否执行 我们从start run script 然后ok 那么直接就离开了 而且也并没有什么图 图我们希望的那个显示的效果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这只是一个类 那么它并没有 去实现这个类 也并没有相应的这个执行函数 所以我们发现这只是一个空的类 那么我们要为这个类创建一个实例之后 那么才才能执行这个函数 那么我们也是 从这边 把下面这个代码复制过来 然后修改一下 接上时间就不用手敲了 敲几个回车 然后control v下面 那么粘贴过来这个代码之后呢 我们要做一些修改 这个第一项修改 就是因为我们要实现 minwindow这个类的一个实例 那么我们把这一句 ui等于ui下滑线 minwindow这句修改掉 改成直接从minwindow 实现这个minwindow类的一个实例 然后这个setup.ui就不需要这句了 下一句是ui.setup.ui 这句就不需要了 因为我们这个minwindow畜质化函数里面 已经有这一句相应的方法的调用了 所以我们把这一句整个删掉了 然后呢 下一句是minwindow.show 这一个呢 也需要修改 因为我们是直接实现了这个 创建了一个minwindow的实例 那么我们这个直接就是改成ui.show就可以了 好 那么前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if name等于min 就执行下面这个 下面这些苏进中的内容 这一句大家应该知道了 就是每一个python脚本在执行的时候 都会内部的生成一个属性叫name 那么如果这个文件是自己运行的 那么它这个name的名字就会复制为min 如果这个文件是由外部的文件去import它的 那么这个内部的名字就不等于min 所以呢 我们这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脚本是自己执行 就继续执行下版的 否则就后面因为已经没有iOS了 就是什么都不做 那么第一句是impower的system 这是导入了一个包 然后呢 所有的pearqt的程序都需要创建一个APP 就是这个qapplication 这个qapplication呢 接受这个系统变量输入 就是我们运行程序的时候 是可以给它输入一些参数的 然后这个min window这句也要删掉 因为我们是实现这个min window类的一个实力 我们不能把它这个覆盖掉 然后我们呢 从min window创建了它的一个实力 然后调用这个min window这个类的这个售方法 显示创体 那么当这个APP离开之后呢 调用system.exe的函数 整个python环境就退出了 这个app.exe下滑线 这个exe就是exe的就执行 它加了一个下滑线是因为 这个函数与python本身的那个exe的函数冲突了 名字是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pycute定义了这么一个后边加了一个下滑线的 已是与pycute本身的那个函数的区别 那么这个app执行退出之后 那么整个系统也随时退出 那么这一段脚本呢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执行一下这个程序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好 报了一个错 说这个 qtgyname is not defined 就是说 这个全新变量这个名字没有 然后我们是不是break here 就是说在这里中断 我们选yes yes之后就程序就不继续现在执行了 我们点击这个X 就是stop script 就停止这个脚本 我们看这个报搜位置在这里 那么既然报搜没有这个文件 我们就把这个文件加进来 其实这个文件呢 在这个UI文件里面已经导入过了 就是这一句 我们也是节省时间把它复制过来好了 就不自己消了 好 我们再运行一下 看一看有没有其他错误 OK 哎呀 这个到目前为止 终于能正常的运行这段程序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Eric4为我们新建的这个 呃 曹函数它有什么作用 点击一下这个测试 哇 又罢错了 那么这个错误是什么呢 这个错误叫 未处理的异常 也是是否break here 就是在这里中断 我们也是在这里break 然后点击stop script按钮 回来看一下 我刚才只说了 这个函数是我们 Eric4为我们自动生成的 那么它自动生成的很傻 它只生成了这么一个 曹函数的这个 相当于是空函数 里面什么都没有 呃 有一句注释叫 slot documentation goes here 就是说这里边可以书写这个 曹函数的这个介绍 那么它是用了三行注释 啊 这个我们可以在这里敲 是吧 哎呀 这是 这是测试 按钮的曹函数 好 这是三行注释 所以我们可以继续 回车敲很多 这个记住 就是也不介绍了 那么它这里有一个 呃 注释叫的语言 叫to do 注释叫的一行话 to do not implement yet 就是还没有实现 然后呢 最可恶的是 最后有一句 raise not implement error 就是它抛出了一个异常 说这个曹函数还没有实现 只是一个有 定义了这个函数名 函数体 但是这个具体内部的操作 并没有实现 所以呢 刚才会爆出这个错误 呃 即使是报了这个错误 那么它也说明了 呃 Eric Faw 已经为我们把这个 按钮的click信号 连接到了这个曹函数 好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 Eric Faw 他做了什么呢 通过什么连接了信号 一槽呢 他没有 使用这个IDE 去连接信号和槽 我们也没有使用IDE 去连接这个信号和槽 那么他到底做了什么 把这个信号和槽连接到一起呢 实际上 Eric Faw 他自动为我们生成的代码里面 呃 有一句 他调用了这个 setup UI 函数 setup UI 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做了什么呢 我们回到这个 UI函数里面看一眼 这是 呃 UI类的这个setup UI函数 呃 前面这些乱七发道 一会儿我再介绍 然后往下看 往下看 往下看 好 下来到这里 setup setup UI函数的最后一句 他调用了 qt call qmetal object connect slots by name 啊 这个函数是非常关键的 就是 connect slots by name函数 那么 这个函数 setup UI 调用这个函数之后呢 这个 这个pyqt就为我们做一件事情 他自动 去连接这个信号 和槽 通过 名字去连接 通过这个空间的名字去连接 我们这个空间 名字是 pushbutton6 所以呢 调用这个函数之后 那么就自动把这个 pushbutton6 这个发射出来 这个click的 click的信号 连接到 on pushbutton6 下号线click的 这个 槽函数 好 这个上面 这个 atpubiqt的 signature 这是一个装饰器 装饰器 装饰器也是一个基础知识 那么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我就不过多介绍了 那么他加入这个装饰器呢 就是为了避免这个 重复命名所产生的一些错误 就是可能有两个这个 pushbutton6啊 这种情况出现 这里就不多说了 后面我们可以详细的解释一下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 回到这里 那么所以这个ericfall是通过这个函数连接了这个信号和槽 那么我们还再来看一下这个理解一下 ericfall生成的这个代码都做了哪些工作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UI函数 就是这个UI文件 说错了 首先他 从这个pushbutton4里面导入了 Qt的核心模块和这个GUI模块 然后呢 第一句就是定义了一个函数 叫下号线fromutf8 他等于他把这个 QtCode qString.fromutf8这个函数的地址 复值给这个变量 那么如果 发生异常 就是说可能这个函数不存在 那么这个异常是怎么处理的呢 重新定义这个函数 参数是一个字符串 那么这个函数的作用就直接反过这个字符串 相当于是说 如果找不到utf8编码 那么我们这个fromutf8这个函数就直接返回这个字符串 来什么我返回什么 就相当于不做处理了 因为找不到utf8这个编码 那么下一句就是 定义这个encoding这个函数 把这个 qtGuy里面的这个qapplication下面的这个unicodeutf8这个函数 复值给这个encoding这个变量 如果又发生了 下一句 这个定义这个translate的这个函数呢 定义了一个translate函数 这个函数呢直接返回的是qt里面的一个translate函数 这个函数带有一个encoding这个参数 这个encoding上面已经定义了 是用这个utf8这个格式去编码 如果这一句又发生了异常 比如说utf8又没有 或者是这个函数没有找到 或者有什么问题 那么这种异常呢 一般是这个utf8这个编码方式没有实现 那么这个时候异常函数是怎么处理呢 异常函数如果没有发现这个utf8这个编码方式 它还是调用这个函数 但是已经不指定这个编码方式了 也就是说 还是这个自不算原封不动的就返回了 因为它没有指定这个方式 那么这个就是自动生成的这个两个函数 为我们处理这个 为我们国际化所做的一些处理 就是通通使用utf8编码 下面呢 就是我们这个窗体的这个主类了 它里面 它是继承了这个object 它负类是这个object 那么它里面这个第一个方法就是setup.ui 这个setup.ui呢 里面做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所有的拖拽的这些空间 它在里面都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比如说这个layout是什么呀 名字是什么呀 然后这个set geometry是这个几何 这个几何样子是什么样的 这个比如说这个label它的几何图形 就是一个站的举行面 这是举行的四个坐标 然后还有它的这个上面显示的这个文本 内幕是什么 那么这个setobject的内幕呢 就调用了这个fromutf8 就是说把这个后面这个字符串 转化成这个utf8编码的格式 如果这个utf8没有找到这种编码格式呢 这个后面的字符串就是什么 就返回什么了 就不做编码改变了 这个是peer-qt的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特征 那么下边就是一些 我们在goi界面里面脱拽的时候 定义的这些布局方式 这是横向布局 然后这是垂直布局 那么它把这些我们脱拽的过程中的这些动作 通通用语言描述了一遍 我们看我们就此遍脱拽了几个东西 它就用了这么长一大段去描述我们整个过程 这是我们最后加的那个pushbutton6这个按钮 也是几何形状是一个巨型 然后坐标是这些 然后它这个object的name就是它名字 就是pushbutton6 然后我们这个看一下后面这几句比较关键 self的retranslateUI 这个retranslateUI这个函数在下面定义的 它的作用实际上就相当于 把我们在空间上输入的这个字符串 通通的用这个translate函数 translate函数是在最上面定义的 也是使用这个utf8的编码格式 把这个字符串做一下这个翻译 转化成这个国际化支持 就是说通通用utf8编码 那么translate函数所做的工作就是这样一个工作 那么retranslate.UI就是把所有的这个字符串 用utf8重新编码一遍 然后再调用各自这个空间的这个settext函数 把它这个重新显示一下 那么重新显示之后呢 这一句之后所有的编码就是已经是utf8的了 那么这个Eric还做了一件事就是调用了这个connect函数 就是我们PPT里面讲的这个手动连接信号语槽这个方法 可那个函数 然后这是空间 然后这是这空间发出来的信号 Click them 然后是后面这一句是槽函数 这窗体关闭 窗体全屏 窗体这个最小化 窗体正常 也就是我默认的这显示方式 那么这一种呢 就是我们PPT里面所讲的手动连接信号语槽的这个方式之一 那么最后一句 它调用了这个connect slows by name函数 所以我们才能在这个呃 带有槽函数的这个文件里边 找到这个函数 所以这个pushbutton6 这个click的这个信号才能连接到这个函数 当我们点击的时候 它执行到这里变现报了一个错 好 大家要明白这个过程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 呃怎么编写槽函数呢 编写槽函数 它是告别拖拽方式 编辑信号和槽 因为拖拽方式呢 它实现的功能实在是太有限了 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那么我们通过代码实现呢 更加灵活 也实现更加复杂的功能 呃 这句话给它注释掉或者删掉 我们直接注释掉 然后这个土度这句 因为它已经注释过了 所以我们就不理它了 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小测试 直接打印 直接打印一句 啊 sorry 输出地方 直接打印一句按钮 被按下 然后我们再运行这个函数 运行这段程序 好 注意控制台下方 看下方控制台的输出 我们这个所有的输出 都在这个地方 我们按一下这个测试按钮 好 下面已经打印出了 按钮被按下 我们再按 它会不停的打印 这个按一下 打印一下 好 这个这 这句小简 小小的简单的话呢 就是实现了我们 相应的这个操缓数的处理 那么我们这句只是测试 所以我们就直接打印了 我们实际工程中 不可能 这个一个按钮按下之后 只在这个控制台 打印了一个按钮 被按下 那么这里呢 只是做一个测试 后面我们会给这个按钮 赋予更多的功能 那么这个就是 今天的这个课程主要的内容 大家熟悉一下这个过程 并且会读 这个EricFall 自动给我们生成的这个文件 我们虽然说是懒得敲这个东西 也不值得敲这个东西 但是大家应该能看懂 要看懂这个 他给我们生成的这个到底是代码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要学会分析这个代码 那么下面这句呢 就是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 它是 如果是自己运行这个程序 就执行下面的代码 如果是别的文件 Import的话 这本代码就不执行 好 今天这个主体的课程呢 就已经讲完了 课后练习给大家留一点 就是在这个界面中呢 再投入一个button空间和label空间 然后编写这个相样的槽函数 实现这个点击按钮 改变label空间的这个颜色 这部分呢 给大家稍微做一点提示 这个label空间的这个属性呢 是可以通过这个label.sizetext去更改 比如说我在这个按钮 并按下里边随意的修改一个label吧 就改这个label24 我们把它的显示内容修改一下 改成一句汉语 然后运行一下 这些label偷了很多 我也不知道哪个是哪个了 好 是这个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之后呢 这个控制台打印按钮 别按下 并且这边那个textlabel 发生变化说 我去你居然敢按我 这就是直接通过这个信号语槽的方式 修改了这个label的这个显示的文字 那么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去 点击这个按钮 修改这个label的这个颜色 可能会需要查询一下这个label的 label类里边这个 关于颜色的这个属性 或者是函数 那么今天的课程呢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